小生初出生高必读必会必掌握古诗词252首 今天我们介绍第十九首 易江南 唐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层安 日出江花 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易江南 一文 江南的风景是多么美好 我对这美丽的风景 曾经是多么的熟悉啊 每当春天的太阳从东方升起 阳光普照大地 遍地开放着各种鲜花 争其斗艳 岸边的红花 静香开放 胜过火焰 碧绿的江水 波光淋淋 胜于蓝草 啊 这美好且长颖于心的美丽景色 怎能让我不常常回忆起江南呢 以下从内容链字写作手法和情感主旨四个方面来进行鉴赏 一内容 本词主要描绿了诗人对江南美好景色的回忆与向往 词中开篇的江南好风景旧层安 直接点出了江南之美 并表明这是诗人曾经熟悉并深深眷恋的地方 三四句 日出江花 这两句通过细腻的色彩描绘展现了江南春天日出时江花的绚烂 与江水的碧绿 画面生动而鲜明 末句 能不易江南 以反问作揭 强化了诗人对江南的深切怀念之情 整首词 内容简洁 但意境深远 充满了对江南美景的赞美怀念 向往之情 二 链字 本词的链字 堪称精妙 从以下三点来进行鉴赏 一 善于运用色彩词汇来描摹景物 如红圣火的江花 绿如蓝的江水 这些词汇不仅准确传达了景物的色彩特征 而且赋予景物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画面感色彩感 二 注重了词语的凝重经练 与对应搭配 如日出与江花 春来与江水 这两组搭配与对应 既符合大自然的规律 又使得词句之间形成了和谐巧妙的韵律美与节奏美 三 用最简洁的字词 传达了最深刻的情感与态度 如好 旧层安 能不易 等词语的运用 巧妙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与态度 使得整首词 情感极为真直而深沉 三 写作手法 从以下三点进行鉴赏 一 采用了直接赎情与间接描写的相结合的手法 词中既有直接表达诗人对江南美景怀念之情的句子 如能不易江南 又有通过对景物的具体描写与夸赞 来间接表达怀念情感的句子 如日出江花红圣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这种手法的运用 使得本词的内容既具有情感的直接性 又具有景物的生动性 二者相互映衬互为表里 共同实现了本词的内容架构与艺术魅力 二 巧妙地运用了对比与夸张的修辞手法 如红圣火 绿如蓝 的夸张描绘 使得江花的红艳 与江水的清脆 红绿对比感更加突出 给读者留下了可知可感 如同亲见的深刻印象 三 最大程度的营造了画面的艺术感 通读本词后 读者完全能够在大脑中构建出一幅色彩斑斓 浓郁芬芳 日照江花 春水荡漾的油画般生动 瑰丽的江南美丽风景图 四 情感主旨 本词通过对美丽而迷人的江南春景的细腻描绘 寄托了诗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 与留恋的真挚而深沉的情感 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对美好春光以示 而现在只能通过回忆来重温这种美好的淡淡的忧伤与无奈 凸显了世人对江南的深情厚意 热爱赞美 与无限向往之情 因此本词成为一首嘉欲呼啸 妇辱皆知的赞美江南的佳作 现在 那我们将这首诗的全诗 读读一遍吧 江南好 江南好 风景就曾安 日出江花 红盛火 春来江水 绿如蓝 能不易江南 江南意 最意是杭州 三四月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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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寻贵子 俊听枕上 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江南意 七次意无功 五九一杯春竹叶 五娃双午 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再见